你还想要收到那个影片的连结的话 那请各位自行加入 那加入的方式底下有说明 请你按这个申请成员资格 填写一下你们的 如果没有学号你就是做号 你就让我知道一下 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 因为这个论坛是没有对外这个开放的 所以基本上那我看一下 刚刚有看了一下 大概有六位学员有申请 不过只有两位同学 有填你的名字 那这两个同学的话我就直接核准 那上面这几个我不确定 如果有没有第几个 第四个还有没有 第二个还有呢 第三个还有呢 第一个没有 第一个没有好 那里面因为我不想用猜的 因为所以你就告诉我你是谁就好了 不然有时候我不知道是谁 要不要加那麻烦 所以当然理论上 如果你是名字给我一下 那我就查一下那个名单 有OK 那每一次上课 就会类似像这样 会提供给各位 就是上课大概在上什么内容 然后影片的连结就在底下 所以你就点进去就上个礼拜的那个影片 的这个 那你回去就可以再把它反复再看过 如果说你刚开始还是一次听不懂 没关系你回去再花一点时间 把一些细节repeat一下 我想应该慢慢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也比较不用担心说你会听不懂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是按照我跟各位讲的那个步骤 就是让我知道一下你就会收到这个 每次下课 我会把影片传YouTube 自动转到你的信箱 这样我方便 你们也方便 那我也不用做太多事情 你们也可以得到你们要的东西 OK 而且现在学习说没有影片 听一次就会 那真的是厉害了 而且有些老师太厉害了 讲的啪啪啪讲完了 好做 不知道从哪边开始 我刚刚讲过 你哪怕你是听懂九成 你有一成听不懂 你成事还是写不出来 要用就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我觉得 怎么样一个方法学习 可以真的学会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因为你现在记得不代表 你要用的那个时间点你会记得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当然我的习惯是留下影片 好处是 我甚至我以后我也忘记了 我可以告诉我的未来 你要怎么做 那怎么告诉我的未来 就我自己看我过去的影片 我一打开 原来我那时候是这样做 原来这么简单 我现在真的你要叫我回想 我还真的忘了很多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什么东西 像哪怕是你们出去旅游好了 旅游过东西 也许你真的没有照相 没有录影 没有记录的话 可能你回想起来你都忘记了 甚至有些人你也把它忘掉了 OK 所以还是要留下一点什么东西 那因为现在YouTube很方便 所以我把它放上去 OK 第一个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就几个 第一个就是懒人包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把这个懒人包打开 里面大概几个地方设定 记得回去可能要 大概就两个地方重点 一个就是Windows 的这个Preferences里面 记得这个PyDiv里面 你要确定Interpreter里面的这个 这里面的话 就是要告诉它Python的 它的韩式库 还有它的EXE执行档在哪里 它才有办法帮你把那个Marge 去做执行的动作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要注意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用New 去Browse去找有没有 另外还有它这边有个Quick Auto Config 就是它会帮你找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 你按下去 它也会帮你找 上有同学是装那个什么 书里面会叫你们装 那个Arta Honda 不过我是不太建议初学者 就装那么多东西 因为它等于是包山包海 全部都给你 但是你装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先装个基本的 甚至它可以免安装 所以我把它放到这边 第一个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 那个General这边 记得要把那个什么呢 General这里面 有一个叫Workspace 确认一下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encoding编码方式 是不是改成UTF8 那这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Windows 那就是因为微软 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用Mac 用苹果电脑 或用那个Linux 比如说Ubuntu 你这个地方是不用设定的 因为 这个微软它预设是用MS950 有没有 那就会出错 这怎么办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UTF8 然后Apply close 这样OK了 回去的话 你就直接把懒人包打开 那就OK 就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 这是第一个环境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环境 ready 第二个就是你开启的时候记得 它应该会出现一个 那个什么Workspace 这个Workspace的话 另外 你可以在这边 也可以找Switch Other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你们现在用的电脑 可能不只是你们用 还会有其他 这个上Python同学用 所以有可能他会切换到 他自己的Workspace 所以你也许 你如果假如用他的 你会找不到你上个礼拜写的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要记得你Workspace 那我上个礼拜是放C碟的这个路径 那我就把它Launch 他就帮我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 我上个礼拜建的一个专案 叫TESA 一个Project 里面会有一个SRC 那我要写相关的程式就在这里 那未来呢 你只要学会 New什么 New一个那个Module 如果Module在Other里面 这边有个叫PiDiv的这个Module 以后的话就是建Module就对了 那你把程式写在Module 理论上我们这个这一阶段课程 大概应该大部分程式就写Module 除了说一些特殊状况我们再来讲 不然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Module建立起来 那上个礼拜大概还有讲到就是有关那什么 一些这个相关怎么样去建立变数 变数它这个地方有个特征就不需要宣告 所以第一次给它什么 它就变什么 OK 那我们甚至我们可以串接 那串接的话你可以中间加一个加号 那如果说你要把文字跟文字串接的话 记得喔 它本来如果不是文字的话 那你要记得把它转型 另外如果是文字你要拿来计算的话 你要转型成什么呢 成一个数字 它才有办法计算 因为文字它是没有办法做计算的 OK 所以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年龄的逻辑判断 比如说输入什么年龄 那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又多学了一个叫input 特别input在python里面呢 它会输入的东西它会自动转成文字 OK 特别注意input是文字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为了要计算 比如说h年龄一定是数字 所以一定要外面加一个int 把它转型一下 然后比如说你输入一个17 它input会前后加双以后 来表示一个文字 那可是你要转换嘛 所以要int 这个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后来有讲个bmi 也是希望请各位把这个bmi给做出来 不过bmi我们还没讲到 上礼拜好像最后是讲到这地方 我们讲到这个年龄的逻辑嘛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要来看bmi这个范例 那也就是利用什么上个礼拜讲的那个逻辑判断部分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bmi 应该没有同学不知道 反正计算那个你那个身高体重到底是不是标准 那Google一下你可以找到bmi 那我是利用第一个连结 这里面就有了 那基本上什么叫bmi 在这边有写说你的那个体重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让user输入一个叫体重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你要输入身高 而且他这个身高平方平方我刚之前好像讲过 用乘乘就可以乘乘二 但是这个地方身高他用公尺 所以你必须什么 他比较你输入是170 那你要必须除100才会公尺 才会是正确的bmi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模拟这个情况 然后bmi计算完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计算bmi 计算完之后第二步就是再去做逻辑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输入变bmi 第二个是判断他到底是哪一个range 比如说他小于18.5的话 那就是过轻 不过看起来现在人都营养过剩 所以要低于18.5好像比较少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大家好像都瘦瘦的 就连我小时候我都觉得我非常瘦 像我那时候大概第一次上成功零吧 大概那时候我记得我才52公斤而已 不过现在已经快double了 ok 那我因为没有办法 现在人到中年现在要瘦很困难 所以要怎么样 主要重点是计算bmi 怎么样让你自己不断的在动 这一定要就是要脱离舒适 随时要ok 那第二就是第一个过轻判断 bmi如果小于18.5那输出过轻 然后正常的话是这个范围 还有其他这几个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已经写好了 我大概把那个demo一下 第一个 也许 请输入体重 体重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体重 我输入一个70公斤 Enter 然后我输入一个178 Enter 它会怎么样 我希望显示的结果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我第一个input input 不过因为呢 它有可能会点几 有小数点 所以我用float 不是int 因为int的话会把小数点辞掉 然后进来之后这边有一个除以100 就是因为身高必须用米 那最后我希望看到结果就长这样子 bmi 而且bmi我希望外面还有一个 一个就是双影号 然后冒号后面呢 请你把bmi放这边 然后呢 这边有个评语 告诉我到底它的评语是怎么样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这样的结果 当然你还可以再输入其他的 比如说80公斤 然后体重的话 175 好了 ok Enter 26.12 而且哦 我还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因为它 最后的bmi 可能不是小数点第二位 那我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我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怎么做 所以这边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一 请你把这两个输入值变bmi 二的话呢 就是输出的时候呢 会输出什么bmi冒号 然后把bmi放这边换行 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评语把这个东西放 变两行就对了 那格式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做 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想想看这个地方怎么做 好 也许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 第一个计算bmi 第二个逻辑判断 并输出啦 输出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希望看到结果 就是要涨量量行 先bmi冒号 换行平均放下面 ok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哦 没有标准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啦 做法其实蛮多个 主要如果可以的话 试试看呢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给做出来 好